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表妹 表姐的粉丝居然给她见了个哭跑 我也要来玩玩,肯定跑得比表姐棒 作者见图不易,有难度说明粉丝觉得我们厉害嘛 所以还是不要叛徒的好 简简单的见格方块,看好间距跳跳就过来了 通过还算汉堡和水果,一定是怕我好累了 后面是左跳跳,右跳跳 有时候一个间距,有时候两个间距 真的要非常小心呢 最后两格冲一冲,哼,哼 这次奖励是,诶,居然是空的 作者真皮,串串烧,我蹦我蹦 粉丝说如果被吸住了就不动,就会滚上来了 果然是这样的,奖励一把能量剑 可是我都不用呢 蹦蹦达达就过来了 这一关是爱心桥呢 有一点点错位,斜着跳就好了 万兔碎凤 岩浆桥只要跳边边就好了 咦,还有一个小星星,带走带走 这么多岩浆我可要小心了,慢慢跳过来 哇塞,岩浆桥第一次,那我只能忍忍痛踩第一次了 哎哟,居然还好扛,不慌不慌,还好有存档点 我又回来了,我冲冲冲 再爆,吃口卖包 一口气冲上去 宝箱奏送作弊方块 我小表妹可是凭实力通关,才不会用 彩彩相关,这个要贴着墙袍 推拉机械臂,它是有节奏收缩的 走走走,跳跳跳 哇,这边还有激光冲我不被偷袭我 快跑快跳 哇,这个岩浆独木装看好落脚点就磨得问题了 感觉这不应该叫欢乐库袍,应该叫陷阱库袍 这一关是啥 哎,怎么不让我过去 这有点像表姐做的移动牢篓 那我踩在机械臂上就能避开启动开关了 帝次也是,不能踩赶压板 嘿嘿,这些小诀窍都是小伙伴告诉我的呢 这一关是滚筒加帝次 那我是要踩帝次还是滚筒呢 不管3721,直接冲,踩到哪个算哪个 哦 no,差一丢丢,再来就再来 失败 失败 又失败 哦,深吸一口气,再失败就是小狗 我跳,我再跳 狼一个狼,打个卡 小小食人鱼想咬我是不能的 铁围狼我也不会怕啦 落脚点小,蹭着跳更安全 过来就看到好多好多的弹簧 掉下去就 哎,居然不会弹飞 还能出来,那就不怕不怕啦 我再再踩,一点事都没有 这关可不是考验卡门 跳过去开门再跳 嗯,大意了,确实容易狡猾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 我冲 这关看起来简单,距离可远了 需要后退再冲刺 地图有点长,剩下的我们下次再玩,拜拜